本节目不对不特定人推荐任何股票 我所论述的股票 它叫6712常胜 免疫细胞信尿股 它是我所有的会员唯一的一档股票 也就是所有人都是同一档股票 因为我们一次只做一档 那不管你任何时间参加我的会员 1月8号以前买 1月8号以前参加会员的 那当然就1月8号买 因为它1月8号挂牌 好 1月8号以后参加的会员 我还是一样嘛 到今天都没有改变 只要你今天参加 明天有盘下黑盘 平盘一下我就叫你买 这句话都没有改变 那代表什么 我的任何一个会员 不管你买多少钱 你连一张都不卖 为什么 我们先看今天的收盘来 最高385 收376.5 最高 好 我们来看K线图 今天在这里 最高385 不要说最高创新高 连收盘都创新高 也就是 从它挂牌1月8号到现在 任何时间 任何人买 不管你买多少张 全部大赚 而且我一张也不卖 我常常在跟各位分享 为什么大部分 我们叫散户好了 我希望你不是散户 散户为什么赚不到钱 因为他们喜欢看红灯 看亮灯涨停 那你有没有去思考说 亮灯涨停 叫10个person 对不对 好 就算亮灯涨停 请问你是今天买 还是昨天买 假设你昨天买 今天亮灯涨停 大概就10% 如果你今天买的 搞不好你是买那个亮灯 所以很多人为什么赚不到钱 因为它像五头苍蝇一样 什么都买 我在辉煩 从去年的三月到现在 请问我有改变过吗 免疫细胞 抢头箱 议题期待坚持干细胞 都是同一档股票 我从来没有改变 我常常跟各位分享 讲比较直白 你是拌多大 你玩多大 你告诉我你玩多大 我谢明清玩多大 辉煩电视台的节目会 去年从上辉煩到现在 超过2400万 那是烧掉的 那能不能说我买灰环 然后它会变成4800 从天空掉下来 从天空掉到4800来 不会啊 节目一天一天就烧掉 你在看我的同时 因为一个月20天吧 好了 礼拜六 礼拜天就算了 三十天了 一天差不多六万 你看到我在讲话三十分钟 就是六万块 那代表什么 每分钟 我在讲话每分钟再烧钱 你玩多大 你会玩得比我大吗 你可能 有可能一两百两三百万再玩而已 我市民是每个月在烧200万 你会比我大吗 所以我只要在想 各位你要去想一想 我为什么这么坚持 那再坚持对不对 这才重点嘛 对不对 好 我来看看 今天376.5 我们看这里 我从开始待会儿买163 而且都随便买都买得到 你看163都买得到 而且都在163附近 等到尾盘才稍微拉上去 1月8号挂牌 163 好 那今天的收盘多少 376.5 163 376.5 今天我不算涨停 我不算最高 会算嘛 376.5 今天的涨幅是涨了21块 对不对 昨天355.5 今天376.5 涨幅21块 我请问你 买163 163块的涨停板多少钱 16块啊 没错吧 16块啊 请问我今天 我这涨幅没有涨停哦 21块 请问你买163当天也不够 让你涨停也16块啊 可是到了今天 我已经变成多少 超过12个person 将近13个person 他也没涨停啊 他问你涨停更多啊 我常常在 我说为什么有钱人会也有钱 我常常在讲K嘛 K嘛 有钱人是喷的 没有钱人是往下当的 那个叫做观念 那叫逻辑 你这个逻辑啊 我再问你一遍 你敢不比我那么大 你敢不算比我那么大 我每年烧掉2400万 还有包括前面没有算 前面在他台 烧掉大概1600万左右 他台就开始讲了 那总共烧掉4000万 你有4000万 你跟他说 没有啊 我常常在讲嘛 我烧掉了4000万 那我最少 40张的会员 最少有40个吧 那40张赚多少钱 我算给你听嘛 对不对 已经210 算210就好了 不要 那个零钱就不算了 40张 一张210 就是赚840万啊 那40个会 你看840万 40个会员是赚3亿多 我烧掉4000万 去造就我的会员 他们累积 所有人累积的财务3 4亿 我敢不合 我敢不合 有的时候想一想 这个叫什么 我说人真的要有慈悲心啊 这为什么我常常说 你操作股票逻辑在哪里 我这样讲比较白的 这句话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听过嘛 有舍才有得啦 对不对 因为我有舍嘛 我厌利啊 我厌利烧钱啊 你看 这个都没有改变啊 你看到我到今天没改变 而且只有一档股票啊 我相信很多人一定 一定是以为自己很聪明 有人会都会进来 先老师股票不需要 你不要问一下 倒一个照 那我请问你好了 你进来赚钱 我无所谓啊 那你进来买 你跑了 你为什么要跑 来 看今天嘛 从160.5到今天的385 今天都在创新高 我说您任何人去卖都不对嘛 你去想我当分析师的人 有多少会员一定会打电话来 老师 我们贪很多 你 我想要买 对不对 然后业务也说 老师你要卖啊 叫他们卖啊 卖以后他们才会缴钱啊 因为他们赚很多了啊 你为什么不卖一下 所以我说我是个人格者 我随时都可以卖啊 反正我现在随便卖 大家都能超过一倍啊 可是我为什么这么坚持 有没有收到会员 已经不是 那个已经不是重点了 而是我如何去成就 让我的会员可以赚更多 要卖一句话嘛 对不对 来 你看嘛 任何哪一天都可以卖啊 我从这里带会员进来买 任何哪一天都可以卖啊 哪一天卖都赚 他们都可以赚很多啊 我为什么这么坚持 这样我常常在讲 你们买给你们买我 我没意见啊 我没有意见 可是我带会员一定不会在这里卖 我也教各位怎么操作股票嘛 你看我讲的是不是 我讲的那个叫做 操作股票的最高的操作逻辑 最高的操作技术 你们都没有学过啦 对不对 我只讲一句话嘛 你为什么要买这档股票 你买它的理由在哪里 请问理由来了嘛 就像我们买六七的长盛 它有三大题材嘛 第一个 ADCV01 第二个 UMHC01 一体挤在坚持干细胞 跟第三个 CUT001 这三个例都 请问 来了吗 好第一个 既然还没来 还是那句话嘛 大家附送一次 高点还没来 你知道高点都还没来 你卖干嘛嘛 对不对 请问再看一遍 请问一天的涨跌幅 它没有涨停 它假设涨停 涨停还在加多少 还在加 如果是涨停 391-183 假设是涨停 多少钱 28块呢 如果是涨停 391-28块 这样是几% 它不用涨停 在这个位置中间而已 它就超过了12%了 所以有人喜欢看亮灯涨停 你看的叫虚的嘛 你看的涨停叫虚的嘛 这个在扎扎实实赚到钱嘛 而且这过程 来我们再看 这过程里面有多煎熬 它曾经从260 跌到215 对不对 160到260 已经涨了100块钱了 我不是讲嘛 我在这里也讲过 有很多会员打电话 老师 你那里人怎么不买 我说我一定不买 为什么 再讲一遍好了 我说不卖的逻辑嘛 请问市场上 有多少张这个股票 长盛有多少张 在市场上流通了多少张 抽签1104张 抽签了一张的嘛 等于1104个人抽到了 那抽到的人来 在这一天全部卖光光啊 等于说 全部都被我的会员收走啊 163块啊 对不对 在这里我的会员全部收走啊 1103张啊 1104张 163块 附近啊 全部都被我会员收走 所以 这1104张抽签了一张的 它一定卖嘛 138块 为什么不卖 138在这里 就赚多少 赚2万5啊 抽个签赚2万5一张 这些人都卖啊 可是他没有想到 他只赚2万5 我的会员赚多少 一张赚24万 对不对 一张赚24万 抽签的人一张赚2万5 我的会员 他参加我一张赚24万 一张哦 10张赚240 对嘛 对嘛 如果50张呢 赚1000多万 如果这样算是1200万 50张赚1200万 那50张有没有多少钱啊 5张才800万啊 我问你啊 看辉煌电视的人 也就是盘后 尤其这个时间 四点半到五点 你在看电视的人 代表你不是上班族嘛 你是专业的投资人嘛 你也不是菜汽子的嘛 菜汽子要煮饭嘛 炒饭嘛 对不对 你是专专专专业 你是专专专专专专专业 你是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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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 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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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 所以你不可能没有800万嘛 只不过你 只不过这人的通病嘛 对不对 什么都要买 什么都赚不到 结论就赔钱 这个行情这么好 你没有赚到钱 再看你的变ulu 而且我写的都没有改变嘛 他打到215的时候 打到215的时候 我就已经标好了 各位 这里是215 260 打到215 我们就是不卖 而且我就在这里 我每天其实都讲一遍 我说他会来到这个位置 ADCV01 然后压下来 我们再接位来 在这里三开头我们会卖 当时才200多 再来六开头我们会再卖 在这里接位来 未来的N 就是cut这里 我们未来 这个是天文数字 那你写一个3 当时215写一个3 今天呢 来来 我看今天 今天385 这个3 在215的时候 这个3 3多少 现在已经385了 我问你敢动得掉 你不不敢动得掉 因为你看电视 看到现在老师说 他写一个3 问号问号 他们要出一趟 已经来到385 离400 离400只剩下15块 那我的观念还是很清楚 第一点 他的力都提起来出现没 既然没有出现 他只不过是个形态 这走势只是个形态 这里三 如果是四 如果是五 所以我常常在讲 你自己操作 你没有跟着我们一起来 你也不怕要老板吗 再看一遍 今天最高385 收盘376.5 除了盘中创新高 收盘创新高 这任何时间 你只要卖 你都买不回来 其实这是人性 我有提到 第一天 第一天 蔡司长卖水果的 他很辛苦 卖水果的 他就问我 我就叫他去买五张 他买175 他卖了 他卖了 还有一个行政人员 就是在那个附近的 一个算上班族的小姐 也问我 他不敢买 他等到200才买 结果他也卖了 银行的景观 跟银行的协理 对不对 那个协理买60张 也是175 他也卖了 而且卖在哪里 我告诉你 卖在这里 全部人都卖在这里 全部的人 那警官 没有卖 为什么警官没有卖 因为 他清楚 他清楚谢老师的为人 那譬如卖水果的 他只是 我们只是过客 在路边的一个 上班族的小姐 也是个过客 银行的协力 银行经理协力很大 银行的协力算很大了 他有他的自己想法 他也是专业人 对不对 他买60张 我当时算给你听 我说在这个位置 以260来讲 他就赚了多少 他也是175的 60张 这样多少 165 175 赚85块 对不对 没错吧 80块510万 他也卖了 假设他卖260 其实他没有卖260 没有卖260 好了我把它算 他其实 其实他卖比这个高一点 他卖235 175赚60块 60张也360啊 卖235也不错啊 这60张也360是多赚的嘛 也不过他 跟县老师有一面之眼 然后问我我就跟他讲 就这样子而已啊 可是如果以今天来讲 375比较好算啦 235减375 还有140啊 他的60张如果 如果他 他应该讲说 他如果跟韩信讲的一样 韩信说过一句话嘛 韩信你知道吗 刘邦处 那个刘邦跟项羽之战 不是之之争 不是有一个叫韩信的 那个金世家将军嘛 韩信要死靠三生 郭佩 哎呦 谢老师会给他贏了 我是把他比译啦 是怎么说 因为谢老师没有卖嘛 这些在外 我们叫外围的 刀听途说的 没有脚灰灰的 真的卖啊 235到今天赚140啊 他也不过赚360走了 可是有840他赚没有到 哎 840加360多少 刚好赚1200啊 他没有赚到1200啊 没错吧 他840没有赚到啊 他卖235啊 太多人都是这样子 在这里卖啊 那有时候想一想 我说这个是一个 我认为这个都是一切都是 应该讲就是神的安排 神自有定处 因为他如果没有卖就没有股票嘛 他赚了360 卖了 那我有陆陆细细有参加 有新的会员参加嘛 所以他们 我的会员也有买235的 一定有嘛 因为后来参加了 我每天都叫他买嘛 所以一定有买235 有买235上下的一定有嘛 他60张丢出来就是我的会员买走嘛 他赚了360他也没缴灰灰 他也不过跟我一面之间 可是有缴灰灰 他是从235 我假设是差不多啦 到现在 这840变成我的会员赚走啊 这本来就很公平不是吗 所以你们刚才看电视的 我再问一遍嘛 来 这段时间 请问你破了吗 这才重点 你有破了吗 你参加我的会员 其实参加会员的会员 不是你出的嘛 是长盛出的嘛 不是吗 到今天 如果你不是我的会员 一定卖啦 保证卖啦 那你是我的会员 我一定每天都早上开盘前 我就告诉你 什么严厉社不能卖啊 你只要有这种 我叫做每天都给你 给你 应该讲给你强生剂 不能卖 不能卖 你就不会卖 你自己一个人 不知道啊 今天热啊 像你看像昨天 像昨天跌下来 我现在很多人 一定受不了了嘛 有没有 哎呦 要死不活了 已经360 创新高了 而且涨200块了 昨天就会有人去卖嘛 可是你怎么知道 今天就在你这里 震荡一下洗盘一下 又往上拉了 然后重点呢 有时候你不要告诉别人啊 好不好 我们自己人知道就好 那我们朋友在买 我们要买的 对不对 他们在买 我们怎么把便宜卖给他 我们要到五公公 对不对 你看我们朋友来 这今天嘛 我们的朋友啊 周二三大宝的买卖超 六七月长盛 我一直买了92张 今天没有多少量嘛 对不对 今天没有多少啊 今天量也不过1000多张啊 他就买了92张啊 昨天也是一样买啊 这是他从上柜以来 我几乎每天都会拿这个给你看嘛 从上柜以来来 从上柜以来 高盛已经买了689张 每年已经买了304张 就是现在已经买了166张 这三个加一加已经1250张了 从外资开始买几十张 外资加一加还买不到300张 我就每天都跟你讲 而且现在我还是要讲 因为市场上 那就没股票啊 他真的没股票啊 你看这个 这个一拉就上去了 我们看一下好吗 是不是一拉就上去了 来 才几张就往上拉了 来 来看这里 从360往上拉 怎么拉 360几啊 往上十几张而已 一下子就到370几 你看十几张就到370了 这才几张啊 没有股票了啦 我说你有股票了 你一定要来参加会员 因为这个都是长盛帮你出 不是你出的 因为长盛会给你更多 好 休息一下我们再讲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Zither Har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本节目不对不特定人推介任何股票 我们只有一档股票叫6712长盛美利细胞信尿股 那所有的会员就只有这一档 从1月8号到现在一张也不卖 从挂牌到现在任何人一张都不卖 市场他没有了 而且最重要那个题材即将来 题材还没来以前就不用一色立场 好 我们看这里 好 他最重要是欧美市场的授权 以美国药厂相谈全球专属授权 也就是技术授权 另外一个是美利细胞的部分 这个是干细胞的部分 以国际药厂洽谈商谈中技术授权 商谈中 授权中 好 合资公司干细胞产品 以美国及日本药商谈在洽谈中 好 那台湾的当然 议题几代真实干细胞 未来细商品化也可以自己销售 这个四大的方向随时都可能公告 随时就应该讲签约就公告 来 它其实已经准备好了 这1月15号 它为什么要在国内设立子公司 并授权董事长进行子公司 设立相关事宜 为什么 一家公司为什么要设立子公司 我有讲过长盛 它有三大体产 如果要跟人家谈授权 我不能用总公司谈 为什么 我跟你谈授权 变成我的三大的 三大的体产的信料 我可能都要跟你分享 所以他就拿一项一项来 所以他三大药项 三大信料 未来就是有可能国王 所以来 而且来 第一季有望敲定 新料的授权第一季有望敲定 或者合作 所以我今天的标写得很清楚 被低估的生计股王 常胜 股市最大的利多 也就是授权 那地表上最强的利多 就是计转金 那他有两代右向 我现在还不写计转金 我写授权 因为授权 大家才不会疫情很大 如果授权的话 如果是计转金的话 我告诉你 根本就不可能有股票让你买了 其实现在就已经没什么股票可以买了 再看一遍今天 你看他稍微一买就上去了 对不对 你看从360 才几张 从360买几张而已 这你看360几张 120张马上就到370的 这有几张 所以我常常在讲 你如果不是我的会员 你就是有3000万有1亿 又怎么样 你要买很难买 是不是 所以现在投资人 有的都是3 5千万在做股票的 或者你有很多其他的股票 你想换股的 你是不是要亲自 亲自打电话来 你如果自己在里面 搅来搅去 第一个你买不到几张 你不太敢买 那万一有一天 我卖对不对 可是我卖股票你们不要小看 既然这里没什么量就拉上去 相对的 我不是说 他IPO1104张 几乎都是我会买走的 还有包括 竞拍的3925张 另外有9张是内部人的 等于3938张 34张 也有很多我们会买走 我只要卖你们会差很多 我常常在想 这场股票是大家的 大家来守护这个 所以其实很感谢 因为所有人都不卖 因为我不会卖 所以有这种股票 有6 7 2长盛 持股比较多的 这些市场上的 我们叫做有慈悲心的人 他不会卖 因为他希望 有6 7 2长盛的人 大家都抱着不卖 未来有一天 他可能就是 大力光 那会不会是 力多提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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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盛会 会让各位财务倍增好几倍 已经一倍了 不是吗 打电话来参加会 都是你的 打电话 没同一个时间 再会